随着境外疫情快速蔓延,防控境外输入病例成为当前抗疫情工作的重要内容。 北京市公布,自3月25日起,所有从北京口岸入境人员不分目的地全部就地集中隔离观察并做核酸检测。 3月24日,记者来到北京市分台区一处境外返金人员集中隔离观察点,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据介绍,该医学观察点自3月16日启动,目前正在留关184人,其中7成为留学生。 我们是从16号开始启动我们这个集中医学观察点,然后这里面有美国籍的,西班牙,波兰,还有埃及,这些外籍的,主要是以留学生为主,大概能占到70%。 每天隔离观察点对所有的留关人员要两次核查体温,针对出现身体不适的人员安排专业医护及时提供诊疗服务,对有基础病的人员采取读诊措施并提供代购药物的服务。 我们医护有4个人,每天上下我各打一次电话,问询客人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那个一次新冠症状的人,我们就联系L20,然后给他们转院到那种定点的医疗机构进行那个排查确诊。 该医学观察点划分有污染、半污染、安全三个区域,每天有专业人员定点对其进行消毒。 此外,工作人员每日为留关人员提供无接触时送餐、送快递等服务。 我们集中观察点提供贴心暖心服务,我们启动24小时服务公众微信号,开通了24小时的热线服务电话,针对不同饮食需求,充分尊重外籍人士、少数民族人员的生活习惯和需求。 提供清真餐、免辣餐,然后还有全素食等这样多性化的服务。 北京市分台区为境外返金人员提供自主选择隔离观察点的服务,入住后不满意还可以进行二次选择,自理食宿费用。 目前住在该隔离观察点的人员均为自主选择。 我是17号从美国回来的,酒店条件还是挺好的,路人员也很尽心心力,我每天吃过外卖还是什么都能到,这是让我比较开心的。 据悉,截至3月24日12时,北京市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2例, 病例来源国数量达到16个。